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国的小将党一飞四段 1比3的比分 不敌韩国的名将白红西九段 这样是与冠军遗憾的十之交臂了 虽然赛前人们一致看好状态神勇且更年轻的党一飞四段 但在世界大赛的决赛的舞台上 经验和心态往往能够左右最终的比赛结果 在先胜一局的大好局面下 党一飞未能把握住胜机 面对经验丰富更加顽强的白红西九段 年轻的党一飞终于为年轻付出了代价 后三盘的连败似乎更多的不是输在技术 而是输在经验与心态上 面对大胜负而保持平常心 这是一个棋手成长为大师的必游之路 让我们期待年轻的党一飞 以及更加年轻的中国90后的小棋手们 经此挫折 能够更深的体会到一颗平常心的重要 说到平常心 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 长浩九段 在刚刚结束的第九届唱棋杯 中国职业围棋锦标赛的预赛中 长浩是70后的长浩 是在80后90后的棋手重重的包围之中 一路的过关斩将连过了五关 最终是成功的打进了本赛 令人肃然起敬 当长浩也要通过层层预选 才能获得国内比赛的本赛资格时 我们不能不感慨 中国围棋改朝换代的时代 已经真正的来临了 本届唱棋杯 长浩兢兢业的从网络预赛打起 先是以两个一点 分别战胜了崔超和安东旭 随后击败了潘飞进入复赛 在复赛中 长浩又连克李豪杰和唐伟星两位新秀 以五连胜的战绩 顺利的挺进了下月进行的本赛 他也是本赛季中年龄最长的棋手 长浩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精彩的棋谱 更是一份对祈祷默默的坚守 好了 聊过了一周的奇人奇事 接下来呢 还是要请上我们的老朋友 王源八段 继续为我们带来 为其古典名著 繁育药处总绝 广告之后 精彩继续 各位企图大家好 很高兴我们今天又可以一起来 学习和品读 诗乡下的繁育药处总绝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学习品读两句 一句呢 叫台向生根典胜托 第二句呢 叫居行护断虎书飞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两句话也是很对账的 是什么意思呢 我还是先给大家这样 先把第一句念了 然后把它的注识念一下 回头呢 再用奇力给大家做一些解释 第一句话呢 就叫台向生根典胜托 它的注识是这样的 台向树冠横正 三子典笛 拆二生根 拆一护断 笔瞻我顶得先 它实际上就专门讲到了一个骑行 讲到了一个骑行 那么现在为了我们现在这个连贯 就了解它这两句话的连贯 所以我接下来呢 把下一句也给大家念一下 下一句就叫做 巨行护断虎书飞呀 它的注识是什么呢 给大家念一下 巨行横竖皆竖子 行如驱驰者 不断则飞胜于虎 为不受去也 为不受去也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为了不让它点刺一下 都是什么形状呢 还是我们来先看这个吧 干脆先看第二句所说的 就是巨行护断虎书飞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呢 请大家看棋盘 我们假设右上角有这样的形状 小木 然后人家挂脚 在某一种情况下 黑旗选择了一个比较结实的下法 就是小肩 小肩完了之后呢 因为某种气象原因 它脱先了 所以后来呢 黑旗又在上边下了一个三肩低加 这个形态呢 实际上很正常 就是这个彼此有脱先的旗 那么黑旗加工了是很大 接下来呢 在某一种情况下 白旗它就选择了这么一个飞 被它加工的时候 因为当然你如果要去逃也可以 但是逃完了 根据情况人家贴完了 待会儿人家在防守的时候 把脚上一手 又有空 又把你的跟夺了 也许白旗觉得不满意 根据情况也可以这样下 所以白旗呢 它就选择了一个飞 在这种情况下呢 黑旗就给它飞照照住 接下来白旗爬 黑旗在退 白旗在飞 黑旗在挡 白旗在贴 黑旗在挡 好 这个白旗还没有活透 活得不舒服 这个尖非常非常大 这样一来呢 白旗在脚上到边上就活了 但是这个活得并不是 特别特别的很了不起 没有这个意思啊 根据全局的情况 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就是这么一个形 这个形态出完了之后 就出现了我们诗乡下所说的 巨形互断 虎书飞 说的是什么呢 请大家看棋盘 它就说的 你这个出现这样的旗形 它这个形状像什么呢 就像古代的那个 一把驱齿 就是弯的齿子一样 大概裁衣服需要用这样的齿子 形若驱齿者 这样的地方出现一个断点 那么要补这个断点的时候 你怎么补呢 虎书飞 你用虎的方式去补 就不如飞着补 当然根据情况也有这个飞 根据情况也有这个飞 总而言之是要防这个断 但是现在这个状态下呢 这个飞是最帅气的 效率比较高 那么虎书飞说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虎同样是放断 当然单粘了这个最朴实的了 这个沉默寡言的 根据情况单粘也很干净 但是呢 实际上下他这个旗啊 他和范锡萍都是非常讲究效率的 有可能的话要挖掘效率 所以呢 虎比粘的效率一般说来要高一点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下 虎给人家留有将来一个次 是他的借用 所以这个并不是 经常都不是最完美的 同样的道理 你虎在这儿被人家这儿又多一个次 你究竟是接还是不接 而飞就没有 就是叫做难宪之隐 一席了之啊 这一飞就什么毛病都没有了 他这个断的借用也用永远用不上 因此呢他就说在这个特定的骑行当中 巨行互断虎书飞呀 那么说起来呢 好像这个诗乡下 诗乡下大师啊 费了那么多笔墨 专门来说这个行 好像就是一个具体的手段而已 其实呢我觉得要理解它呢 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去体会 就是我们的这个前辈其圣 前辈大师啊 他们对围棋实际上是吃得很透的 那么讲究的是一个什么呢 就要充分运用如果有可能的话充分运用每一个棋子它的效率 而且棋子多了之后 它堆砌成一种骑行 这种骑行的特点是什么 要把这种骑行的特点 它的效率充分的挖掘出来 我觉得呢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体会它 而不是仅仅的学到一朝半世而已 好这个就是所谓巨行互断虎书飞 那么我们再来看 实际上在这个之前 在这句话之前啊 它第一句话叫台向生根点胜托 什么叫台向生根呢 我们知道古旗当中啊 都是坐子旗了啊 古旗当中都是坐子旗 那么白旗先挂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招 黑旗 他们的布局都是这样 黑旗下一招呢 有可能大飞 在梵域要素总局当中 之前也给大家报告过 就是小飞窄讯大飞宽 诗乡下说了 这个小飞啊不如大飞好 他说的是在这个条件下 坐子旗的条件下 好我们来看 他有这个下方 此外呢 还有这个93分头 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好点 下成这样的布局之后呢 白旗下一招也可能是这个 那么黑旗的下一招呢 也可能是这个 好 我们就假设右边下成了这样 为了便于说明 我们并没有把这个古谱完全的背下来 好了下成这样呢 接下来呢当然这一代双方就下大厂啊抢啊 各有各的构思啊 下完了之后 总有一天回到这一边来 回到右边这一带来 我们看看 黑旗也许有一天他就增到了这一招旗 他增到了这一招旗 这招旗还是不小的 那么在照着古旗的价值观呢 这招旗被人家加工了之后 他如果要选择点33这个下法几乎是没有的 很少 这个跟过去这个计算胜负的时候 有一个还旗头有关系 就是换句话说呢 每一盘旗 每一块旗在盘上 如果你活旗的话 一定要交两目旗 也就是一个旗子的人头税 就是活旗税 你只要活旗 这两目旗你要交税 到最终你多人家一块旗 你要还给人家一个旗 这是古旗的特别的一个价值观 这我们我相信今天看咱们这个节目的超过50%的旗友 是知道这个我们古旗的叫做古旗文化 它当中的一个特点 所以呢点33这个下法很少 他们更多的都是下这个 跳起来 那么跳完了这个之后 接下来有一天 也许黑旗没有接着攻 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吧 白旗又下了这个曲阵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叫诗乡下所说的叫抬向树观横正 这个抬向就是树着观 树着观完了之后横着正 再正过来就这个旗行 抬向深根点圣托 讲的是一个什么特殊的旗例呢 就是在这个旗行当中 如果白旗要接着下 我这个是画示意图了啊 这完全是画示意图 这地方可能是拆二可能拆一等等 这两个子先拿下来不说 如果白旗要深根 如果脚上的情况不完全是这样的话 假设在脚上人家黑旗有一个子了 我画个示意图 就说白旗要在这一带深根的话 点圣托 就这个旗行啊太典型了 当我们要下经常想去靠 看起来很紧 但实际上无论对方把你搬来吃掉 还是人家二路一搬 你是第一招很紧 第二招就接不上气了 那么在这诗像下就教我们 这个旗行叫什么呢 抬向深根点圣托啊 就是这个旗行白旗要处理自己的时候要点 点比这个靠 靠也叫拖 也比这个靠 这也叫拖 比这两个拖都好 点胜拖 具体的变化给大家摆一下 请大家留有印象 如果你要挡 那么它贴起来 如果你要扳 它就给你切断 如果你要顶 它叫吃 你还得接上 然后这个地方再一紧 可不是吗 你还得吃掉 它利用这两个子的弃子 你得提掉啊 这样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白旗定型不见得每一招都要走完 总之它利用这两个弃子 它自己的形状是不是就整得不错了 这已经有一个眼了 边上也可以深根 这就是抬向深根点圣托 同样的道理 如果它点的时候 你要压外边 来给大家看看 这样以后大家就都会了 你要压这边呢 它就从这再爬回去 事实上你这个还不能不糊 不然一锄头被人家挖起来 这个形状就崩了 所以你必须要虎 虎完了它再顶 虽然是后手 但是将来还有刺 整个黑旗的根也被白旗挖掉了 所以这叫抬向深根点圣托 同时呢 它还有个柱石 柱石跟着一个什么呢 叫做抬向深根 这也是抬向深根 你看起来 如果白旗不补 根据情况 黑旗还盯着这个穿断呢 这个穿断也让白旗心里有余悸啊 这个旗心不是很 不是很干净 所以呢 它还说了如果你是拆二 它是点 如果你拆一 它也是点 这也叫抬向深根点圣托啊 它也是点 它说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要接 那么我再一顶 由于下边这刀旗太大 你必须要拐 好了 下成这样 白旗是先手 它就先手防止了 刚才我们非常担心的这个点次 所以这就叫 抬向深根点圣托啊 它说猜疑白旗这个点是为了护断 笔沾我顶得先 它说笔如果沾 那么我一顶我就得先了 你如果非要给我抬杠 你说我就是不走了 不走了也行啊 将来白旗这招拉回来很大 此外还有另外一个下法 就是它如果挡这个呢 挡这个也是 我从这顶一下 我也可以防你这个 坚持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 叫抬向深根点圣托啊 巨形互断虎书飞啊 这个是非常好的两个具体的旗形 希望我们的旗有留有印象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呢 还是 除了这个具体的招法之外啊 我们还是要感受一下 诗相下它提到的 这个旗子双方在接触的时候 它的一种活力 对于这个旗形的透视力 如果我们能借此啊 建立一点点的话 将来能够举一反三 那我们这个旗啊 不长才怪呢 好 今天呢就给大家聊到这 谢谢你的收看 下次再聊 感谢王源八段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上的是 王玉辉期段和陈寅初段 他们将为我们讲解的是 第九届唱旗杯预赛 常昊与唐伟星的精彩对局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 第九届唱旗杯 中国职业围棋锦标赛 本选赛的第二轮 是由常昊九段 对阵唐伟星三段 嗯 那这个 刚才陈寅有一个关键词啊 是这个比赛是本选赛 我觉得应该给 其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什么是本选赛 就是 往往一个比赛呢 分为好几个阶段啊 下到最后的那个阶段呢 叫本赛 这个本赛呢 就已经是 直接要决出冠军的比赛了 在此之前呢 有选拔赛 所谓本选赛呢 实际上顾名思义 就是本赛的选拔赛 那实际上 作为常昊来说呢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是国内的超一流棋手 一直他都不用去参加 这些选拔赛了 对 今年呢 这个长旗杯的这个本选赛 也是第一次有了常昊的身影 其实不光是这个本选赛 其实从网络的选拔赛 常昊就已经开始参加了 是 这个长旗杯呢 他还因为参选 参选的人数比较多 所以在本选赛之前呢 还有一个网络的选拔 常昊呢 先是在网络上 连续战胜了三名小将 然后进入了第二阶段 就是这个本选赛 在本选赛的第一局呢 常昊是战胜了来自上海的 现在在四团队校里的 李豪杰三段 然后呢 这一盘棋呢 等于是本选赛的决赛 第二轮他对上了 这个唐伟兴三段 唐伟兴三段 应该说也还是一位 非常有实意的棋手 对 他在去年的 金力智能手机杯 维甲联赛呢 他是冠军队 辽宁队的主力队员 应该说实力还是非常强的 对 那常昊呢 就更不用说了 这个鼎鼎大名 但是好像随着现在 90后棋手的崛起 70后呢 能在赛场征战的 已经不多了 是是 常昊其实 应该说 这两年的成绩呢 客观来讲 还确实是跟以前呢 要差很多了 但是他一直在坚持 而且呢 他的棋 实力上始终是 非常有威慑力的 这盘棋呢 也是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 这盘棋 客观上来说 也是常昊近年来 下的非常不错的一盘棋 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本局是常昊之黑 是 新小木 二连星 然后挂脚 挂脚 我想下一步 应该就算是出奇之胜 出奇不易 确实很难以想到 这步跳呢 在正式的比赛中 很少见 但是实际上 在我们内部训练中 有时候下快起呢 也还是会经常出现的 这个跳 一般来说大家都知道 要不然就是大飞 要不然就是占星位 小灵流 对 要不然就是中国流 或者就是走这个中国流 这个往上跳呢 确实 很少 很少 就是真正在职业的大赛中 还是 很难得有棋手 会去猫这个险 因为这手棋 跟白棋的这个交换 很损失地 这样就很损失地 跳在上面呢 如果说不能够发挥 这个五路子的作用的话呢 那么白棋这手棋啊 就是很舒服 先守住了一个脚 还防止黑棋在底下生根 对 我觉得近年来呢 这些小棋手们 好像都酷爱时空 所以就像这种 虚装声势的棋 就比较少在这个对局中出现 但是这手棋呢 实际上常况下的这手棋呢 我觉得啊 就是现在 我有一种感受 就是我们这个70后的棋手 下到现在 实际上下的棋 相对来说比较自由了 就是束缚我们脑海中的 那些东西呢 反而少了 我们刚才讲的 确实这手棋 有一些客观上的 就是不利之处 但是常好既然下呢 也一定有它比较 清晰的好的地方 这手棋 黑棋如果现在 简单的说 如果黑棋现在走回来的话呢 实际上这两手棋 交换是亏的吧 这样跳一个 对 现实的先损实地 有损的嫌疑 但实际上这个子 也应该说有它的价值 有它的价值 比如说这边 你随便走一个定式 你随便走一个定式 走走到后面 这手棋交换来说 也损得很有限 或者说也不一定损 但如果这么下的话 就是没什么意思了 实战常号呢 跳完了以后 他走这儿 这个棋 确实布局这几手棋 显得很奔放 就是没有按常规出牌 那这两手棋 说实话 也会给对手 带来一定的困扰 对 毕竟现在这样的布局呢 这个橘白的唐伟星 他见的也少 其实下的更少 我估计他 我估计他 因为唐伟星90后嘛 年龄很小 就是这一批年轻人呢 实力都很强 但是下棋呢 总归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年龄小 他下过的棋呢 盘数总是有限的 而且很多的棋 如果说不亲自去下 或者说亲自感受一下呢 他对这个棋生的理解啊 始终是不能很深刻的 只是看一遍过了 没有心动 是的 他除非自己下了一遍 我相信今天唐伟星 下了这盘棋以后 如果以后再有人 跟他这么下的话 他肯定准备起来 就会充分的多 那这个棋呢 实际上 对于黑棋来说 还是一种去向 一种去向 这个中国流也是 更偏向这边一点 这个好坏也是很难讲的 感觉上不是中心点嘛 不是中心点 感觉上总是不可能好于这个中国流 但是这个棋呢 就是从这儿可以看出 长浩下这个棋下的很自由 没有那么多束缚 想怎么下就怎么下 已经进入到这种 怎么说呢 类似于快乐围棋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这个很好 其实这个很好 我们都是从年轻的这个年龄走过来啊 一直对胜负耿耿于怀 不能放开 到长浩现在这个应该说也是功成名就了 现在36岁的老将还在一线的赛场拼搏 确实也是很难得 那这个时候呢 相对来说 相对于年轻的那个时段来说呢 下的棋可以更自由一点 很快乐 那这个布局您下过吗 我下快棋的时候下过 实战堂卫星这部三间加呢 也效有问题 这部棋 那我觉得下这儿怎么样 两边都有差 这个棋呢 其实两个选点都是可以的 一个是你这个分头 这个分头呢 其实让黑棋还真的是挺为难的 黑棋大概会走这个 如果从这边拆的话就显得挺无聊的 对 效率太低了 黑棋大概会走这个 走这个时刻 这边的宽度已经很有限了 白棋就拆二 白棋拆二以后 白棋有根 黑棋没有根 这个形状 你看如果是这样的形状呢 应该说白棋是很满意的 对吧 白棋走这个 如果是看成这样的话 白棋应该没有不满 你往上跳吗 对啊 我肯定要往下跳 对 如果像成这样 你就算拐正它跳起来 这个形状 虽然黑白都是三个子 但是白棋有根 显然白棋还是攻击黑棋的 加上黑棋这边的这个幅度 也是不是特别令人满意 脚上还有点味道 所以如果是分头在这的话呢 要比它实战好得多 分头这个会让黑棋比较为难 黑棋大概也不可能去走这边 对 这边总是感觉会太窄了 这个棋是不错的选择 这个棋我相信 一定会比它这个好 如果说白棋还觉得 这首棋力度不是很强呢 白棋直接加工过来也可以 好 直接加工 那可能黑棋也会反驾 黑棋估计会反驾 白棋刺一下 沾上 对 就算往下跳 这个地方你也是渡不过的 嗯 你飞它可以跳下来 那这三个子呢 显然也是要被白棋攻击 底下没有根 然后外面的出头呢 是被白棋控制住的 嗯 那这样还有一个什么坏处呢 就是黑棋这个拆得有点远 白棋将来再打入啊什么的 会打入 对 因为黑棋就撑得太宽了 刚才在这儿的时候显得幅度不够大 那这个幅度就显得太大了 那黑棋能不能也退回去一点 也退回去呢 那这个子呢 就对白棋的压力也小了 如果你退回去 对白棋的压力也小 那黑棋这三个子呢 失去的支援啊 就是会更苦一点 所以呢 实际上总结一下啊 就是白棋 要么就是在这里远一点 分头 要么就是在这里再近一点 就是加工它 实战它 唐伟欣选择的这个点呢 就是有点 前不招村 后不招地 这种感觉 中途半段 中途半段 就是这首棋呢 所以说看到这首棋 就应该我能确诊 唐伟欣在这个局部呢 缺乏 没有很深的研究 对对 他可能真的没有见到过 然后现在黑棋走这个 这个黑棋的幅度反而很不错 嗯 然后白棋小肩 对 你现在白棋这两个子呢 肩的形状啊非常的厚实 这形状非常的厚实 可是这个太厚了啊 它也对黑棋没有什么影响 离的黑棋比较远 对 这边人毕竟许三千家 所以黑棋现在还可以腾出手来 继续扩张这边的一个形式 嗯 下成这样的话 感觉白棋稍微有点困难了 黑棋 然后就下这么几步 这个白棋就困难了 对 在这个几步困难就是 当然也不是说形式就出问题啊 就是后面的招手 不知道应该怎么去下了 就说要想攻这两个子吧 又没有很好的进攻点 那现在呢 他又不可能 又马上去破这边形式也不可能 嗯 所以他就不知道 对 这棋稍微有点难下 我后来想啊 这个 实战白棋在这打入了一下 跟这个肩交换这是恶手 这个不明白唐维新是怎么想的 这样上去应该保留 可能白棋就算普通的下一下吧 唐维新后来是走的局部走 走这个大飞 那实在不行就直接走这个大飞 那这边先空着 对 黑棋也大飞 先按后来的他这种定型的方法 等这边走后了之后呢 就不这么交换 就直接过来 这要走的话 应该也应该点在这个位置 这个是黑棋的落点 等你挡的时候再靠段 这个局部应该想走出齐来 总还是可以走的 因为黑棋只有四个子 撑出这么大一块空 这个地方想走出齐来 应该还是不难的 这个很容易 但实战唐维新过早的 把这两件交换掉了 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这个应该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当黑棋飞的时候 实战白棋的下来的时候 马上就打入这个 这个严重的问题 这个问题要比这个三间加的问题 严重的多 这两手去交换之后呢 可能唐维新还没有意识到 实际上白棋在这个地方 已经很难有特别理想的招手了 就是你再想在这出齐 黑棋就是左右逢圆 你这个想两边都走舒服就不太可能了 对 我觉得他如果想在这边占便宜的话 这边空肯定会卖给黑棋 如果这边如果想再打入的话 那这个子肯定就无疾而终了 所以说他这两手棋 确实难以理解他的四度 他交换完以后再去走这个 这个本身局部的出头呢 这个大飞还是不错的形状 还可以 那这两手棋是画蛇天足 很坏的两手棋 可以保留 然后肩住 这个棋 白棋在定型 就白棋这几手棋下的也不错 因为如果你不走的话 黑棋下几手棋可能会点到这个位置 黑棋会点到这个位置 如果你爬 他走回来 你还得再这么连 对 这样的话白棋这个形状 出头虽然出头 但是眼泪没有了 然后黑棋会变厚 所以呢 他大飞完了以后 这几步棋下的还不错 就这个和这个下的还不错 把自己走得很厚实 然后呢 同时威胁黑棋的这种保围 那我觉得黑棋可以这样过来的话 黑棋这个形状也不错 对 黑棋这个很清零 如果这个比单接要强的多 这个先充很清零 总之还是这两手棋交换的太早了 如果这边早知道是这么厚的话 刚才这个点很厉害的 点完了就靠断 很容易把黑棋这边的空全给破光 但这两手棋交换完了之后 白棋这边后势发挥不出作用 嗯 这个词还是累赘 好 我们还是面对这个矛盾啊 这个肩充呢 陈姨刚才说的 肩充确实是好棋 常好在这种地方的这个感觉啊 功力深厚 这个不会有问题 对 那白棋之后呢 这个恶手练练 白棋实际上这个爬是大坏 这个棋怎么能爬呢 是不是帮黑棋把这个断点 对 爬完了以后这边 无形中就补上了 是的 黑棋里面一下变得非常的厚 然后白棋关键又爬了一下 这个棋 嗯 这个爬了 爬两下 跟黑棋四度上交换两样子 损失惨重 在这之后呢 形势一下就恶化了 嗯 下到现在的时候 这个布局应该说白棋大失败 那这个时候 白棋应该下哪呢 尖充的时候 对白棋这个形状呢 其实 我们总结一下经验啊 就是 经常我们在对局的时候 可能有很多棋友都提过这样的问题 就是自己的三路子 被别人从四路肩冲的时候啊 嗯 总是很迷惑 这第一手棋应该爬还是应该贴 对 嗯 能不能不走呢 还有一点 我就在想能不能 比如说我从这边加工 可以考虑吗 这加工 现在这个加工肯定不行 加工人家挡上去以后 局部白棋的形状啊 不够厚实 很容易就让黑棋做活了 嗯 这个棋走是要走的 但是今天这盘棋应该贴 贴这个 嗯 那我就 这退一个我就感觉这形状奇怪 对 如果你 如果你退的话是大恶手 退 白棋飞出来 这个形状要比实战的那个形状啊 白棋要好得多 嗯 以后这边黑白棋再冲了打吃再尝过来 黑棋的这个形状啊是没有眼 没眼 对 这个形状不太满意 你搬是对的 你要搬 搬的话呢 黑棋搬之后白棋两种下法 就算白棋还是飞 也比实战的那个图呢 要好得多 这边还留着冲断呢 嗯 如果你再走 白棋可以脱先了 比刚才爬两下那个棋啊 就是让黑棋要薄一些 薄多 对 这时候更凶一点的这个棋 都可以考虑加上来 这个棋一下就是要逼黑棋表态了 这个加 看看黑棋敢不敢跟自己拼 敢不敢冲下来 然后就断上来 这个棋应该说 然后 黑棋还是挺有危险的 那黑棋好像也没什么选择 是 如果这么下的话 冲出来 然后这样吃一下 嗯 嗯 你这边虽然摟包摟了我的形状不太好 但是黑棋就多了一个 你自己的形状也是很糟糕的 那这边还要 出来还要继续棋子啊 继续棋子 就算我吃掉的话 白棋收获也很大 但是你如果拐出的话 黑棋打的 打的也很危险 黑棋的风险挺大的 如果再拐出来 对 白棋就算在这打吃 这两块棋 对于黑棋来说 也是 挺难兼顾的 嗯 所以这个贴完了以后呢 加如果能成立 是对黑棋打击最大的 我不明白 唐伟星 他这个实战爬两下 是很糟糕的坏 爬呢 就是非常容易 让对方下后的一个下法 尤其是连爬两下 这是应该说是 比较忌讳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在这个局面下 就是本身白棋 这地方是有冲断的 本身白棋有冲断的 白棋爬这一手棋 跟黑棋这个长交换 这一手棋交换 就把对方的毛病给补上了 这个对于白棋来说 这怎么能够接受呢 断然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 但是唐伟星还是稚嫩 这个地方下来还是稚嫩 对而且爬了一个之后 他再爬第二个 确实这一手棋不太可以理解 因为黑棋就算下一手再拐下来 对白棋已经没有伤害了 是 拐下来呢 大虽然是大 但是白棋怎么也得脱险了 其实即便是这个形状以后 黑棋再唬下来还是大 那白棋也不可能再走了 这个还大吗 本来我觉得这个拐就已经不大了 还是怎么说呢 不是极左 但是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一部大厂 总之白棋这个爬呢 方向选错 应该这个时候是不让黑棋下后 准备要出拳攻击黑棋的 这个贴 刚才摆的这个贴完的夹呢 实际上是非常凶狠的一手棋 对 这手棋如果能成立的话 要比 要比它这个爬了爬了 要强不知道多少 实际上我们现在回忆一下 回看一下 从这个加工开始 这个加工就是稍有疑问的棋 这个打路就是一部大恶手 这个爬两下一会打恶手 这个棋才下到现在二十几部棋 布局上白棋就已经失败了 对感觉白棋好像我就听您说的 问题手问题手问题手 就已经连说了好几个 是 这个我看到这些棋啊 我突然想起来了 就是在08年的时候 我跟长浩呢 我们有过一次就是关于围棋的这些探讨啊 就是08年呢 上半年我在维甲联赛里下的非常不好 上半年我好像下了九盘棋 我才赢了两盘 这是很糟糕 然后当时呢 怎么说呢 你说的严重点都有点心灰意冷 就在怀疑三十多岁的人下棋 还能不能下得好啊 实际上那时候我跟长浩 长浩我们在青岛 我们在青岛 夏天做一个家庭性的旅行 我们在聊 这是师兄弟出游吗 对 我们两家吧 我们出去旅行 然后呢 在过程中我们探讨了这个 就是围棋关的一些事情啊 长浩呢 当时也是喝着小酒聊聊天啊 长浩说 说我下的那些棋他都看 那长浩是一个非常用功的棋手 不是我下的棋 就是每次联赛完了 网上棋服他都会浏览啊 对 他呢 他就说啊 他说实际上我注意到你 就是说我 输掉的那几盘棋呢 都是在布局上有很大的优势 但是下的后面的时候呢 嗯 可能是自信不足 或者说是 确实头脑上有一些混乱不清楚 才输掉的 当时长浩呢 这一方面也是鼓励我 一方面也是阐述他 对现在这个年轻人为棋的这个理解啊 他说年轻人呢 普遍来说 在布局或者前半盘阶段啊 都和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对 他们的棋呢 确实后半盘很厉害 官子出错很少 计算也很强 但是在布局和这个一些 其他比较虚的方面呢 还是经常会犯错 对 这是长浩对当时的一个总结 我们现在想想啊 其实看看唐伟星他的棋呢 应该说也是在90后这一波呢 是挺有实力的了 要不然他也不可能在这个 维甲的冠军队 坐稳主力的位置 但是实际上 在下了这二十几步棋的过程中 这个白棋的坏棋 就已经出现很多了 对 因为这样的局面呢 是他没有见过的 他没有见过的 然后呢在他没有见过的局面下呢 他就会失去一些判断感 像这样的棋 明显自己每爬一个多两步棋 让对方走那么厚 这种判断就是 作为一个优秀棋手来说 见过没见过都不应该这么下 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 所以现在客观上下了 这个已经过去四年了 接着盘棋和我们上次谈话 已经过去四年了 那确实从客观上看得出来 常浩对这些年轻棋手的了解呢 是非常深的 对维棋官的这种理解呢 也是非常深的 对其实我觉得就算是再过四年 可能还是一样的 就年轻的这些这个小棋手们 肯定是对于以前的这些布局啊 还有这个虚的地方 就是这个理念肯定还是 没有这个老前辈们 是了解的多 是我们先来看棋 等会再接着聊 我们后面还还有一些 比较有意思的谈话 现在回过头来呢 白棋就必须在这出动了 因为这边的定型已经差不多了 白棋无论如何不能再走齐了 也供不到黑棋 所以白棋这边要发挥这个子的作用 靠这个 靠黑棋搬住 然后再搬 他肯定不能想着这个 点一下之后不能就把它搁在这 必须要 让这个子发挥出它原本的作用 但是实际上呢 靠完了以后这个搬啊 这个次序下的也稍微有点问题 这个班不知道是唐伟星就这么判断的 还是他出现了误算 实际上当黑棋吃 白棋必须得立 当黑棋爬的时候呢 白棋在这个局部 已经没有什么棋好下了 可能唐伟星在这是不是有误算呢 如果白棋现在继续吃 他跑这个拐吃的时候 黑棋可以吃这个 黑棋可以吃这个 你如果提的话 黑棋就算继续在这里飞搜刮你 这个白棋也受不了 即便白棋这个不会死 一旦跑出去 你就算贴 贴的时候 黑棋是 就算顶住吧 这个形状 白棋想往外跑 其实也是挺辛苦的 跑起来很累 对 加上黑棋自身这边 已经变得非常的厚了 所以白棋这么活出一块 肯定是失败的 后来呢 唐伟星选择的这个棋 也是退而求其次 对 那他先顶一个是 先顶这个 先顶这个 这时候黑棋倒是不能硬了 如果再硬呢 如果再硬白棋打吃 他 再打吃 对 白棋可以打吃 这就沾上 然后再一吃 对 这地方局部的对杀的 这么一个情况 就发生逆转了 但是顶的时候呢 黑棋这时候已经有足够的理由回头了 黑棋现在抱吃这个 搬过来 对 这个白棋大亏 对 没有什么收获 我觉得 把这边卖死了 反正这边就是把这个子顶了搬回来 对 这边顶了搬回来的本身从木树上来说 收获对于白棋来说收获是很小的 它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就是把外面走厚了 但实际上本身白棋有了这样一个子以后 在这连下三手棋以后 白棋这块肋已经很厚很厚了 对 又有眼又有头 在这边这个定型呢 白棋无疑等于是它的收获就是厚上加厚 但送给了黑棋很多实地 这个棋白棋正确的次序应该怎么下呢 靠一下是可以的 靠完了以后应该先顶 先顶要好得多 应该先顶 先顶 先顶可能 黑棋如果我再顶呢 那好得多 它搬过 不用像刚才似的 变得那么损 以后白棋还有这个搬 好像还是有味道 对 白棋就不用说在这边损那么多了 白棋有搬了再打吃上来 这个手段呢 对于黑棋来说还是有危险性的 对啊 那黑棋如果跟着这边硬的话 那脚还有什么棋吗 再搬 这个再搬 就会 就应该会有棋了 嗯 你现在刚才这个下方你肯定不上列了 这个肯定不行 你最多就只能走这个 走这个它就把这个子吃掉 这个好得多 再拐吃 嗯 你如果提它再吃 那这个形状 这样就叫转换了 对这个形状白棋能够活到脚上应该说还是 还是很满意的 嗯 即便是这两个子交换损了一些 但是 相比于这边的收获呢 这个损一点 关系不大 嗯 因为这时候黑棋 失控比实战要 减少的非常多 嗯 实战黑棋在这个地方很舒服 这个黑棋的定型非常的舒服 白棋的次序 下的非常的糟糕 有问题 嗯 下成这样 这个棋 这个局部定型完了以后啊 黑棋的优势明朗化了 本来呢 这边白棋损了几下啊 它毕竟还没有损到实地上 而这个定型呢 对于白棋来说 实地损是非常残重 所以下到现在呢 等于是不知不觉中 就变成了黑棋 空又多 其又厚的这么一个局面 对 这个才下了 应该是三四十手 三十多手 对 就落后了 其实也是在我们以前的这个对局中 比较少见 比较少见 但是 我们经常都是在中盘才会分出这个优劣 最多就是谁消耗一点 所以从这个 这盘棋的续盘阶段啊 到这儿差不多结束 从这盘棋的续盘来看呢 呃 长号对年轻棋手这个盘段非常的贴切 对 战略战术成功 对 刚才我还没有说完 其实长号呢 对我们就是70后的棋手 对如何面对90后的冲击啊 其实有个很明确的一个建议 就是说利用你在这个前半盘的这种经验上的丰富啊 你对棋型和对一些厚薄的理解呢 肯定比他们深 争取在前半盘呢 就是先占一点便宜 占不到也没关系 占不到实际上如果你心态摆正的话呢 对方的心态会着急 当他露出破绽的时候呢 你再跟他拼 嗯 是这样 长号呢这盘棋在一开始就站稳了脚跟啊 已经把局势走得非常的对自己有利了 还这个棋下到后面啊 嗯 他的对手会很吃力 对 他应该会越来越会下 对 因为长号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稳健的这么一个棋手啊 好 手脚 黑棋正当先生手脚 白棋也就跟着在这下 嗯 这个棋呢 这个定型对于黑棋来说也是挺开心的其实 嗯 嗯 白棋跟着黑棋在走 黑棋总是比较舒服啊 嗯 而且这个实地呢也比较好 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白棋这个二五七分可以是不是不跟着黑棋走 嗯 因为我刚才就听您在那讲啊 说这个 白棋一直都跟着我走 嗯 黑棋心情好 那如果白棋当时对局中也这么想的话 那我想在手脚的时候 白棋可能也会在这边手脚也不着急 嗯 这样的话黑棋估计会守这个 那我就再拆边 嗯 它这个呢就是也不能太契合了 还是要看到底谁的价值大 嗯 这边黑棋应该有连片嘛 那以后黑棋比如在围的时候 这不仅是围着边上的空 它对上面还有一些影响 嗯 这个 应该说 在这个局部 白棋跟着黑棋应呢 确实有一些不甘心 可是 也是挺无奈的 嗯 还是前面的问题 前面的问题 本身白棋这几首棋呢 倒很难讲 是是好是坏 嗯 那总的来说 黑棋的吊子比较顺 对 而且呢 黑棋这一顺呢 那白棋这个 就肯定就是跟着对方走了 嗯 心情也不是那么好 但是我呢 我现在判断啊 稍微有点不负责任啊 我现在判断 我觉得唐伟欣这时候 未必意识到了自己形势不好 就是 他觉得可能还还不错 嗯 其实这个棋呢 就是有一点悖论啊 如果说 我们现在对局的时候 不管是职业棋手 还是业业棋手 在下这一部棋的时候 肯定是觉得这部棋好才下的 对吧 那要知道这部棋不好 谁还下呀 所以呢 下到现在的时候啊 有可能唐伟欣已经感觉到 这个棋 怎么下的有点别扭 或者说猛的一判断形势 怎么觉得空一点不太够了 对 可能是这样 但是呢 如果说他没有这么一个 经常判断形势的习惯 比如下到这三十几手 有些人是不判断形势的 再下到这二三十手 也不判断形势的 那如果不判断形势 很可能唐伟欣没有意识到自己形势不好 那在这个时候呢 他一看别人走这个 那想那么多干嘛 肯定跟着走啊 这个确实是 确实是也是比较大的一个大肠 正常跟着硬 但这个时候呢 优势的一方肯定心里是有谱的 作为长号来说 这时候长号肯定知道自己形势还是不错的了 因为每次像这样的定型呢 对于 对于我们这一辈的棋手来说 这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白棋在走一些单观性的棋 而黑棋在走实控的棋 加上黑棋也没有姑棋 这棋一眼看上去肯定是黑棋好的 但是对局者呢 这个就是往往当局者迷啊 就是迷在这里了 作为唐伟星 他未必知道这时候形势已经不好了 而且黑棋再继续挂 我觉得这一挂 我不知道白棋应该下哪 手脚吧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这条边不太想下 如果加工的话吧 这边黑棋这么厚 感觉也不好 就是 难过 对 就从这几个选点呢 那我就觉得 现在给我感觉就是白棋行绪啊 不太好了 吃紧了 没难 正常来说呢 是应该小飞 应该小飞 因为这地方被别人双飞燕 总是不舒服 可是小飞的话 黑棋就算飞了往这边拆下 这边又是宽的一方 所以作为白棋来说 选择起来确实很困难 宽的一方也想选 又不想被别人双飞燕 所以这个时候 嗯 你刚才判断的那个方法也确实是对 当两边下哪都觉得不好的时候 这时候可能形势真的是不好 他实战选的是这个 对 他挂 然后是 挂 压一个 这时候定式也很难选 黑棋实战这个地方选择了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老定式 点三三 那黑棋 点三三 玩些虎的时候 一般来说黑棋爬回来就算了 对 我觉得这边的价值其实也不大 但是他这个接呢 他这个接主要还是想尽可能再多照应一下 这边没有 还是走后这边 对 这块棋毕竟还没有完全的安定 他这个接不错 我挺喜欢这部接的 其实我以前也经常下 主要现在这个定式啊 双飞眼 白棋压这边的定式少 一般都是压这个 所以呢 其我们很可能很久没有看到压这边的定式了 对 其实就当时我学棋的时候就说这一爬回来 这个位置已经不好 对 要不然呢就是在这儿 这儿是最好的 是 要不然呢你就根本就没有 在这儿呢 没起到什么作用 对 对对 这首棋确实本身 从这个定式来说 这首棋是很坏的一个地方 嗯 但是这时候长话还不太满意 如果下成这样的话 毕竟被白棋吃掉这个子啊 黑棋这块棋会受到一些影响 这块棋会变薄 所以呢 长话在顾忌这个三三的同时 先沾一下 这个沾上 这个沾上很有意思 我喜欢这样的下方 嗯 再搬 嗯 这时候白棋还是挺难下的 这时候白棋的定式呢 这个点呢 是需要给棋友们介绍一下的 这个点是局部的定式 你这个如果搬的话是不行的 这样的话 黑棋 这个就放心了 踏实了 对 而且这个脚本身 它这个也太大了 本身这个局部呢 如果下成这样的话 就是白棋的大失败 这是白棋不能选择的定式 还有一种下法呢 是白棋 加一个是吧 没有 加不对 还有就是 如果这边都没有子的话 白棋是有搬的 搬这个 哦 如果这边没有 对搬完了爬 然后如果你这边都没有的话呢 它就靠上面 你要是跳上面 它就拖底下 这个棋呢 是一个常规的定式 嗯 但是今天这个棋 黑棋这已经有子了 所以白棋这个斑呢 就不能选择了 剩下的唯一一种选择 就是点这个 哦 没有这个夹的 夹人家一虎 你打持接上的 等于黑棋全都活性了 嗯 这个局部是一个定式 然后现在 黑棋跑着来拖一个 拖挺妙的 这拖呢 通过这部拖 确实我感觉 常好这般今天的状态 是相当的不错 对 因为它这个是先手 这一搬就给搬断了 对 这个是先手 这个先手不能够用出来 这个用出来就显得呆板了 它先拖 先保留 这时候黑棋拖了之后啊 白棋如果搬这个 黑棋就退一下算了 然后这里边就活了 我这一退 这个眼型就够了 这时候基本上都先手活了 这个退先手 已经先手活了 现在黑棋就随便在走这样的大场 这时候 如果黑棋两边全都安全活进啊 白棋实地不足 白棋没有地 像你这个地方搬了 看上去挺厚的 可是这都被别人限制住了 白棋基本上 发挥不出自己这种厚实的作用 对 就这个开始这一个角了 对 所以白棋它实战是强行搬在这里 要给黑棋创造一些麻烦 黑棋反搬好棋 对 这个时候一连搬就看出来 这个先手的作用了 使不出劲 这时候白棋确实使不出劲 如果你打吃的话 人家就走这个 人家走这个 你得补齐 它再一长 对 你这一边也不敢下去 所以白棋实战还是单街 然后黑棋还是下这个 黑棋还是杂钉 白棋搬 搬这个 这时候下一手要在这吃 这个很厉害 黑棋现在不能挡了 挡这个搬就不成立了 黑棋长 然后白棋爬 白棋爬这个 那这个棋呢 黑棋这个搬完了 敞过来 在这边实地的收获还是很大的 白棋这个搬了爬 虽然价值也不小 但是如果 对黑棋这条大龙 没有什么特别严厉的攻击手段的话 白棋所走的每一步棋 从实地的角度来说 都不如黑棋大 目数很小 对 就这么几步棋 还是黑棋走的地更多一点 而且加上前面的这个棋呢 白棋所选择的这种定势 实际上都是损地的 所以这个棋下到现在 再冷静下来判断一下形式 双方在实地上的差距已经很大了 现在黑棋先跳一下 对 交换完了以后 把这个定型了 这个好大 这个太大了 一接到这儿以后 这边就变得是铁桶一般的厚 然后 黑棋将来还有这种点啊什么的 接回来描着白棋 这种棋价值巨大 走到这儿的时候呢 应该说 双方在实地上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嗯 而且最主要的是呢 是白棋如果想跟黑棋拼命的话 也找不着地儿 对 因为黑棋这都是厚的 就唯一这块棋 恐怕就是这块 我觉得这块棋实在是 如果是我的话 我想不得像 不到可以攻他 嗯 感觉又有眼味 然后头也在 然后下边也有眼味 对对 主要走完这个以后 白棋自身的厚薄也打折扣了 嗯 这时候 确实 客观上来讲 白棋 黑棋没有下坏棋 嗯 下到现在黑棋基本上一步坏棋都没有 白棋呢 反而可以推敲的地方是非常多的 嗯 所以像到现在肯定毫无疑问是黑棋好 嗯 那白棋下了这个飞之后 我怎么觉得 这棋怎么早早的就进入到收关阶段 对 它这个飞不飞不行 不飞的话 黑棋飞也很大 黑棋飞你走这个 它贴起来 这块白棋这块棋还没有活镜 所以它这个飞实际上说实话 这时候飞 作为白棋来说是有点心痛的 挺无奈的 对 因为落后的一方 形势不利的一方 一般不愿意过早的定型 对 嗯 你现在定型都把别人定后了 你怎么追啊 是吧 它一般是愿意保留 可是这个地方不定型不行 不定型 哪天被黑棋一走的话 白棋太苦了 局部定型 定型成这样呢 算是一个正常的手段 翻一下 对 这样的话 反正大家都放心了 白棋确实活镜了 但是黑棋也变得很厚很厚 黑棋也开心了 白棋刺一下 刺一下 嗯 然后 冲段 嗯 压一下 这个地方呢 一些小次序下的挺有意思 当初 当初黑棋先跳一下呢 也是防止 将来白棋贴的时候 还是要这么下 啊 那现在这个段 跟白棋这个交换呢 这个还是便宜的 黑棋还是便宜的 那当初跳的时候 白棋这个跳也是基本功很扎实的一种下法 如果要跳在这儿的话呢 以后这个搬毡会受一些影响 嗯 跳在这儿将来白棋一退 把这个子吃掉 这个搬毡还是自己的 嗯 从这个小细节呢 可以看出双方都很细腻 对 感觉白棋的基本功还不错 就是在大局方面 嗯 对 这个其实 真的是我们现在普遍的90后小将们强啊 它真的主要是强在中盘和后半盘 这个呢 是可以通过 怎么说呢 大量的这种训练量啊 来给弥补上的 对 但是前半盘 开始就比较虚 是 这个呢 就不是说我下多少盘棋 嗯 就可以体会到的 对 就至少没那么容易体会到 就是你要去 可能跟一些人生的阅历啊 跟你所读的一些书啊 慢慢的去理解 嗯 这个是长号的 这些我觉得是多打几番谱 我多做几个到索和题 我做一百道不行 我做一千道 嗯 这个局部确实 只要有点印象就好了 像一开始的那些 这种加工在什么位置啊 应该爬还是应该贴啊 就这些棋可能真的是 需要一些 嗯 就是不仅要学 而且要撕 嗯 学而不撕则往嘛 嗯 然后现在是冲击这块 对 这个是白棋的胜负处了 作为白棋来说 如果在这不能够做出点文章 有一些收获的话呢 这个棋 这个棋恐怕想追回来就非常的困难 太难了 嗯 我想这个时候呢 这个唐伟欣肯定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情绪落后 所以呢 他对这样的一条大龙想有致命一击 嗯 嗯 很难 白棋走这个飞棋的防守很坚实 嗯 顶 然后冲 嗯 打刺 打刺 一步呢应该说白棋能够下成这样还是挺开心的 嗯 还是有一些收获的 跳在这儿 这样的话 虚花花的这里好像要成点木 但是不够 嗯 光靠成中央这进不去 因为这儿有 这儿露着风 这一跳你再手一下 这边怎么拱两下再手一手 这个中央光为一个十目八目的确实不够 对 看着大其实周围这一挤压的话也就没剩什么了 对 然后现在还一起靠一个 对这个靠呢 我觉得可能唐恶欣实战也并没有动杀心 因为她如果动杀心的话 就直接挡 她不应该冲这一下 冲这一下是俗手 是有可能帮对方做眼的 嗯 但是她可能确实没有动杀心 嗯 其实我觉得 可能还是挡得好 对 直接挡一个 嗯 那挡的话 因为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冲 黑棋基本上都不会截 黑棋应该是挡的 嗯 她实战这个先冲就俗手之前 有可能帮黑棋做眼了 冲了再拐回来 对 那应该她没有想去吃 所以唐恶欣她也判断比较清楚 觉得吃这块棋 可能确实 太难了 不太可能 对 我觉得这些棋长一曲五眼自活 而且这个还 眼型很丰富 对 主要黑棋 白棋自身的形状有点薄 嗯 煎 对 实战黑棋煎完了一般 这个棋 在这个局部 白棋已经有点难以收场了 不是很好下来 嗯 她把这个子 再煎回来 因为如果白棋就这么简单的搬 但是人家一冲这个子基本上死掉了 活了 所以她奋力也要把这个走回来 黑棋挤 白棋还要接 沾上 对 然后 搬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时候可能她 她已经在想我早知道这下不冲直接挡了 这个弯很实战 也比较难看 她 她一般来说第一改是断 但断的话被黑棋一虎 这个白棋不舒服 白棋还走这个 龙羽包完了以后 随便一做就活了 这冲确实有俗手嫌疑 那要不就是搬 那搬的话呢 将来这个吃就不成立了 本来她弯这个 她是期待这边能吃这边能断的 嗯 所以她这个弯 这个很实战 给黑棋出难题 但是这种时候 对于常好来说 处理这个局面还是有点简单 对 而且呢这个唱棋杯啊 它也不是独秒制 它应该说是算是这个用时比较长的 是 每方是三小时三十分 之后呢 还可以延时罚点 延三十五分钟罚两点 哦 一共呢可以延三次 对 这个规则跟运时杯是一样的 对 因为它暂度方也是一样的 嗯 所以理论上来讲呢 就是这些就是在计算方面 不存在于说是独秒算不清了 嗯 不存在于这种 是 那这个棋 黑棋实在这个班是好奇 面对白棋的这种疯狂反扑啊 对 搬了连搬 你现在好像是白棋张牙舞找的 要吃对方了 但实际上黑棋很简单 要放手住了 搬了一连搬 白棋这棋已经不太好下了 不太好下了 那拐这个也不可能吃掉别人 拐这个人家就稍后顺势一接 那我也得摘一下吧 因为我一吃你一吃就活的 对 实际上黑棋这块棋怎么都是活的 黑棋这块棋现在单接这个肯定是先手 对 极为得拐 你团我还得退回去 对 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如果吃的话 自身要出问题了 这个以后挤了弯先手 这个自身以后要出问题 胆还是先手 加上什么时候他 黑棋一蜿蜒也都活进了 嗯 所以这时候白棋想吃黑棋 这个梦想已经是破灭了 对 已经不太可能了 他现在算了 吃这个 你要吃 嗯 提掉 再吃 再吃 很舒服 这个落包的很舒服 挤一下 这个木树不能给他 逼他拐回 然后再粘上 这个粘还是先手 这个粘还是先手 要不然下一手 一搬 一楼包要出问题 对 我这一粘一搬了 我就把它断了 是 所以白棋这要补齐 黑棋做活之前先蘸点棺子便宜 煎这个 这个很细腻 常好在这个地方 这不会犯错的 对 这都已经看清了 这下一步就活了 然后挡下来 对 这时候 黑棋 擋这个的时候 白棋要在外面走的话 直接就是后手了 嗯 我这有家这有作严 白棋在这继续 还是要争取 虽然杀不掉 还是要争取 让黑棋屈无性的往回补一个 对 跳一个 跳 拔一下 这个 黑棋的定型定得很舒服 先贴 这个次序很好 大家要注意啊 这时候往回做呢 往回做活啊 它是缩一木齐的 这个很痛苦 本来是三木的 走一手 其实就变成两木啊 对 这个很痛苦 所以在自己痛苦之前呢 外面的便宜啊 先让别人难受一下 对 该占的便宜得先占到了 然后自己那才痛苦再说了 让它扳 而且扳的时候我断不了是吧 不能断是吧 不能断 断它吃 我再尝 尝了再冲 然后挡住 因为我就看这马上就要吃了 哎 那个三个紫色的齐筋 再挖 这里要出问题 哦 这是要出来了是吗 嗯 再一打吃你就已经出问题了 哦 嗯 这已经封不住了 对 这也出大问题了 出大事了这个 所以这班还断不了 眼见着我 我想着这个一会儿我沾是先手 但是还轮不到我一会儿呢 对对对 这个围棋跟人生一样 很多时候等不了那么远 还是要先看看 自己别先眼下出问题 没办法 那还只能退 只能退 这时候差不多了 该交换的线是差不多了 对也不能沾 沾上的话 黑棋肯定就沾了 沾上它肯定自己沾上了 因为它本身这一拐 再加上有出头 这个就是 怎么杀得掉呢 对所以这个都等不了 只能退 等不了等不了 然后作严 这个虽然黑棋这手棋有点屈辱 但是 总体来说呢 白棋的收获并不大 嗯 白棋自己被搂成一个包子 然后这个子也没吃掉 这边形状上还有一些小小的问题 对啊 中间的这个潜力也得断了以后才能有 对 中央的目所还是很难为 先尝一下 这个价值很大 黑棋出头 黑棋出头 也是为了限制一下白棋的中央的潜力 对 像这时候应该说 还是老问题 就是白棋空不够 对没目 白棋工了半天呢 收获看不到 就是把黑棋给逼活了 逼得有点惨 但是自己呢 切实的实际的收获呢 还是看不到 对 嗯 那现在吃这个 吃这个主要是为了防这边 要不走的话 不走的话 这个被一断 这两个子也跑不了 等你再沾回去的时候 这个吃也不大了 嗯 所以他吃这个 吃这个 这时候棋本身价值还是很大的 但是 黑棋这块大脚和这个大边啊 这两条 太肥了 太肥了 这时候白棋有问题 而且现在黑棋啊 还继续的上岩守筋呢 还是点的吧 哦 点 嗯 点了再讲 对 打吃 沾上 这个时候呢 一道死活题很有意思 一道死活题 这个白棋沾有点问题 我这一小肩是不是已经 小肩它接活不了 搬呢 搬它点这个 哦 它不挡 因为它这边太长了 所以搬 反正我想搬一挡 也活了 对 这时候黑棋立这个好棋 这个棋啊 虽然局部也没棋 但是可以占一些棺子便宜 这棺子便宜也很重要 因为这个时候 黑棋如果能够在这边啊 走出点棋来 那是白来的 对 如果是一挡一猴 打结了 对 打结活了 嗯 这棋 嗯 力不行 力不行 厚一个 这棋如果要是下场打结活的话 黑棋肯定是太高兴了 是 走上打结 一会儿白棋 还得补 对 它实际上那个跳呢 好棋 也是局部的好棋 局部的好棋 但是总体来说 下到这个局面 已经 白棋已经很难阻挡 黑棋占它的便宜了 黑棋弯 然后白棋爬一个 这个 一点 这时候就点三三 不 点一一了 如果你要是吃在这儿的话 人家直接就做活了 对 现在黑棋如果无谋的话 黑棋冲了冲了冲 冲了冲 冲到最后 什么都没有 还是没棋 他现在爬一个好棋 这个爬一个绝命 已经挡不住了 一挡他一打吃 对 这个爬一个非常的妙 这个地方 黑棋无中生有的 又刮掉了白棋几目棋 这一下 不仅是确立了自己的这种盛事 最主要的是 把对方的斗志给磨灭了 这爬 黑棋爬白棋也不能团 团再冲两下以后 这个棋就变成一个双活了 对 所以白棋只能无奈地在这儿放手 黑棋吃进来 不仅含着这三个子 而且白棋将来这一个个都得补回 还得收气 对 在这个局部 黑棋利用这种手劲 白白便宜的 白棋大概有四五目棋 这个 这个打击太大了 对 这个应该就叫雪上加霜 然后现在跳 跳 拐一个 点一下 尖一个 然后虎 这个时候 反正跟胜负也没什么关系了 顶这个 这个 然后白棋冲 这几手棋 这几手棋 如果吃不了 黑棋的话 也是很损 单关 都是单关 被黑棋 对方连打几下以后 跳回来 跳回来以后 这地方是有木的 黑棋在这儿是有收获的 然后白棋团 这个团 跟这个棋 大概也是建核 差不多 斑一下 这个没有什么 反正黑棋都跟着硬就行了 对 现在贴一个 估计这几手棋完全都是 先挤 对 对 这个时候应该是 唐卫星估计这时候是没什么斗志 在为认输找着台阶 对 这个加是自杀式攻击了 这个是不可能成立的 你这时候 而且你想期待别人 从这边连回去也不太可能 黑棋肯定是冲出来 冲出来 这个棋你也拿不住别人 对 你长得一段捡你走他拐 你也封不住他 嗯 他还是要尖一下 他一顶 也不敢断 也断不进来 断的话直接被急死了 被急死了 先团一团 团完了以后被翘死了 这地方实际上是没有棋的 他现在和过头来退 这个地方黑棋有这么多棵 对 我就觉得黑棋 白棋的棵还没黑棋多呢 对 实际上白棋退 黑棋一吃 白棋认输了 这个局部 因为后来你也断不进来 双方这时候墓数上的差距 已经越来越大了 对 我觉得都快二十墓了 这盘棋啊 应该说算是长浩控制大局 控制得非常好的一盘棋 感觉上又像十几年前 长浩的全胜时期啊 那时候长浩就是在队和他 水平有一些差距的棋手下棋的时候呢 对方是很难有机会 功力深厚 加上前半盘的这个眼界呢 非常开阔 感觉看到这盘棋呢 又像从温了十几年前 长浩最强的那个时段 对 我觉得这盘棋子 从开局啊 到最后的这个把握 值得我们每个棋 又好好地回味一番 看看就是这样的一个开局 虽然是这个 在现在非常少见 然后不过这盘棋下出来呢 会让我觉得唐伟星 或者是90后的这些小棋手 有一个深思 对 这样的布局到底怎么对付呢 跟常老师好好的学了一课 对 好 那我想这个话题呢 也可以留给我们的棋迷朋友们 好 那今天我们这盘棋呢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看 好 再一次感谢棋迷朋友的收看 我们的棋派乐 到这里呢 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齐情天下 齐乐无求 各位棋友 咱们下周再会